经过三年半的扩建工程 张仪机场第二搭客大厦比预期更早的完全重新开放 张仪机场集团估计扩建之后的第二搭客大厦 乘客量每年将增加500万人 将张仪机场能够应付的总人次推高到每年9000万 来看记者陈思玄的报道 跃跃葱葱的绿色柱子打造宁静氛围 为访客营造放松的体验 展新面貌的机场设计理念以自然为主 从天花板设计到模仿自然地貌的墙面装饰 再到地毯图案和园艺陈列的选择 自然元素贯穿整个搭客大厦 张仪机场第二搭客大厦是在2020年1月 也就是我国因为疫情关闭边境的两个月之前 开始展开扩建工程 这项扩建项目增加超过21000平方米的面积 足以应付额外设施新系统 和提供更多的零售选项 办理登机手续的自动柜台 和托运行李的设备等数量也翻倍的增长 入境大厅也已经扩建 部署更多自动入境通关 另外第二搭客大厦 也是本地首个拥有自动无障碍通道的搭客大厦 大厦也是有全自动的行李储存系统 能够处理2400个行李 目前共有16家航空公司入驻张仪第二搭客大厦 航班紧连接到全球40个城市 从去的5月南亿重新开放以来 已经接待了大约1000万名访客 截至近年9月 张仪机场的访客人次 已经达到了疫情之前90%的水平